大家好,欢迎来到北美维科学节目 那今天我要在节目里面控诉一下我的房子的物业公司 因为他们可能要不经过我的同意而强制的卖掉我的房子 那事情是这样的啊,这个我呢有一个出租房 当然我自己不住在那里 但是因为要交物业费啊 而且我需要定时参加物业的一些业主会议 所以呢,物业公司那里留的呢是我现在的住址 那这个住址啊,一直可以正常的收到物业发来的各种通知 而且呢,和美国的很多居民一样 那我每个月交几百美元的这物业费的这个方式呢 是通过我的银行啊 它定时自动的向物业公司去寄支票的 但是呢,某一天啊 我在和我的这个租客聊天的时候呢 非常的偶然得知他那里收到一些我的信件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这里有很多垃圾信件会发到家里的嘛 那我的一些重要的信件地址肯定的是我现在住址 那么其他的信啊 包括寄到这个这个出租房这个信呢 基本上就是垃圾邮件了 所以呢,我之前一直在告诉我的租客 说把收到关于我的信都直接扔掉就好 碰巧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呢 我就在这个出租房那里 那我就顺便把这些信拿回了 结果我才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物业在不到两年之内呢 已经更换了两家这个管理公司了 但是我就一直不知道 因为这个两次更换的过程中呢 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自己现在这个住址发信通知 全部可能都是只是发到这个出租房的 但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这个物业那里 他们其实一直都没有收到我的物业费的付款 刚才我说过了 这个我的银行一直呢 是自动向以前的这个物业地址寄支票的 所以新的这个物业它收不到 所以在过去不到两年之内呢 我在物业这个账户里那里一直都处于这个欠款的状态中 而且更严重的后果是因为长期的欠款 而且物业它反复发信给我 我因为没有收到而没有回复 所以呢 就物业开始通过律师向我发律师函 再加上这个欠款的质纳金和律师的费用 不算我托欠这个物业费 我还要再支付一共几千美元 而且呢 与此同时我开始不断地收到一些电话 这人在询问我是否要考虑出售我的房子 这是在美国很明显的事 因为一些房产经济公司啊 收到消息 认为我这个房主出现了经济上的问题 所以欠费很久了嘛 人家债主啊都开始采取行动了 那如果不能主动还款的话 很可能啊这个物业就会直接强制 将我的房子去拍卖来偿还欠款 OK 那么这个事情大家听到现在应该比较清晰了 那问题主要是来自于这两个物业公司 在交接的时候呢 新的物业并没有按照原来物业公司那里的 这个业主的通信地址 以及电话和这个业主的沟通 他们只是按照房屋本身的地址发邮件通知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责任不应该在业主身上啊 因为业主并没有逃避任何付款的义务 而且我手里啊也有每次银行自动付款的证明 但是当我和这个物业公司沟通的时候 他们仍然要求我支付 包括昂贵的历史费在内的几千美元 他们不可能松口 所以作为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华人 我个人实在不能理解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 一方面美国的物业它不能采取更高效 更贴心的方式和业主沟通 那另一方面是 为什么这个事情责任会完全归于业主一方呢 所以呢今天啊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就请到了我们圣地亚哥 著名的处理个人和商业纠纷的景伟列律师 请景律师来给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解释一下 我这个案例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 再给我们多分享一些和美国物业打交道过程中 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和一些奇葩的案例 好吧 那么我来欢迎景律师 景律师你好 你好 谢谢 景律师你好 这个刚才您也听了我的这个案例的一个大致的一个介绍了 那么您可以具体给我和我的节目的各位听众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事情的责任会在我这个业主身上呢 对 谢谢伟琴你请我来参加你的这个节目 我刚才也是听了你的这个情况 其实坦白说 很多人也是有遇到你像 你类似的这个情况 就是认为你是有交了HOA的这个每个月的欠费用 然后突然发现 怎么 为什么 这个 我都是放这个automatic payment 为什么都是没有到HOA 我是不是 还是有责任 必须要付这个费用 包括其他的加上的费用 那解释这个 回到你的这个情况 我要跟大家就是先解释我们这个HOA的基本的制度 OK 你在加州的时候 如果买房子的时候 有个HOA 就等于说 你买了这个房子 就是答应说 我会按照HOA的这些文件 一个文件很重要的叫CCNRs Conditions, Covenants and Restrictions 这个文件就是 我们所说的就是 任何人买了这栋房子 就会受到这个文件的规定 OK 所以 你买了这个房子 你就是说 我必须要按时交这个HOA每个月的费用 对不对 那HOA交换就是会答应说 Common Area 就是公用的地区在这个development 他们就是会管 包括他们也是会管 make sure 每一个你的邻居都是有按照这个HOA的规定 可是 常遇到你像 你的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你是要了解说 homeowner的责任 是要交这个HOA的dues 包括也是要保证说 你交的这些费用 真的是有到HOA的手上 OK 所以你现在刚才跟我说的 你的这个情况是 你是确实有set up 这个automatic payment 没有人说你没有 不想要付这笔钱 问题是这笔钱没有到HOA的手上 所以这个法律 然后 你 加州市有很多法律就是保护homeowner 你也许是想说 你不是HOA想要把你的房子这样 拍卖掉 可是 他没有收到这笔钱 法律也是规定说 HOA必须要事先发你这些通知 这些通知 除非他有 你有填那个owner registration form 每个HOA其实有这些表说 你如果有租掉房子 你必须要跟他说 我有一个租客在里面 填这些 包括owner的这个地址 如果之后需要什么 有重要的通知 要发到谁 一个physical address 包括那个email address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 keep up to date 那我知道你的情况就是因为 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换了 可是通常你如果 你的HOA有换这些 property management的公司的话 他们都是会发给你一个通知 说我们就是有换这个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 所以有很多东西 就是需要就是跟这个新的property management联系 确定说他们有 就是up to date up to date的这些地址 关于说如果要发什么通知 或是那个每个月的那个HOA的账单 到homeowner 如果你不住在那里 像你的情况是你租掉了房子 所以你人owner不在那里 所以很多次如果owner不在那 你必须要让HOA知道 这个你的地址是在哪里 所以有什么重要的通知 他就是可以寄到你那里 你才可以收到 OK 那其实请律师 刚才在我阐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 我已经强调了一个问题 首先我这个出租这个房子是在这个旧的这个物业公司还在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状态了 比如说旧的物业公司那里我是肯定已经添写了这个地址更改的这样一个表格 这是为什么我在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其实一直都可以正常的收取旧的物业公司的这个信件来往的包括各种通知 包括之前一些罚款我当时都及时处理了 只是在就是它更换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 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就责任不在于我而是在这物业公司他们把这个地址搞错的原因 OK 是有道理 你的这个新的这个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没有跟以前的Property Management去拿出这些files 来说你的这个当然是可以就是考虑上可是没有个法律说规定说你新的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必须要跟以前的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去要求这些文件 是有法律说homeowner的责任就是要交这个Monthly dues包括确定说这些Monthly dues是有去HOA有收到这些Monthly dues 对其实您提的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之前我曾经在和这个新的物业公司去曾经做过一个谈判啊 这个在在电子邮件里面做谈判他们就说你的这个支票因为我只击支票过去嘛 因为击支票说你难道没有查看这个有没有被取出来就catch out出来 那当时我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之前其实老实说啊我们为什么设置这个自动付款 因为我其实我这个习惯我很少查自己银行账户 当然这个不是我说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但是呢因为在美国个人支票的话一般是有两年的这个可取的这个时限时效的 那我跟你发过去了你什么取这个是我不能控制 我不可能打电话整天问你说你为什么不取我支票里的钱 我要做的就是我的支票已经寄到那了 之前一直在寄到那那我这什么都没有改变 那么理论上来说那我不应该对这个事情再做更多的一些深究 所以这就是说您刚提到这个问题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已经之前履行了我的责任 机票制到那了对吧 我银行那钱它好像是之前暂时也会滑掉的 那后面的问题你具体什么时候存着支票 或者你自己把支票搞丢了 那应该不是我的责任了 或者说以后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业主 就如果说我们要给HUA去付这个物业费的时候 即使是你定期的存支票 我们也需要跟这个HUA去了解一下 是否他真的已经收到这支票了 否则的话我们就采取其他一些方式 比如说直接往上转账 这可能会有更清晰的这样一个这个责任划分 那转账过去你再没收到那就肯定不是我的责任了 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吗 你当然你的这个情况 我认为你可能是有一个好的原因 说我其实不应该就是至少付这些其他的就是 late penalties跟这些律师费 所以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法律是有规定说你如果跟HUA有个纠纷 你是当然有权利要求直接跟一个HUA的代表人见面 去谈这个事情 其实很多这个也有个法律规定说 如果你遇到了一个状况就是付不起你的这个 欠的HUA HUA必须要同意一个payment plan 跟homeowner同意一个payment plan 去慢慢的付掉这些这欠的费用 所以虽然这个法律都是按照HUA这些文件 跟HUA的规定关于算这些 可是还是有些法律就是为了就是保护 homeowner也是会给HUA一个机会去跟这个 HUA去谈这个事情 很多次其实我依我的经验 HUA有时候也是会减掉一些这些部分 因为你要知道HUA也不想要去把你房子拍卖掉 OK 对对 这不是他们的想要的目的 HUA没有想要真正想要把你的房子拍卖掉 是等于说他们已经认为他们该做的 发通知给你 你是告诉你的租客说所有关于我的没有 你就扔到垃圾 对不对 所以你的租客就按照这样子 HUA也没办法控制 其实法律都是规定 我必须要发通知到这个 至少要发到这个property address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owner在哪里 我至少要发这个到property address 确实他是有 可是你还是没有收到 你还是 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这个 虽然也不知道要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跟你联系说 你欠了这些 所以这是从HUA的角度 那我当然认为你从你的角度来说 我就说很多次 这个你当然是有机会跟HUA去说 我其实不认为我应该欠这个笔钱 然后法律其实有一些规定 就是 也是 就是说 HUA必须要跟 Homeowner 达成一个和解 关于这种事情 对对 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首先我不认为是我的错 我也不认为是现在这个物业公司的问题 因为他们只是做他们的流程里应该做的 那问题在于就是这个交接的过程中 某种原因 业主的实际的通信信息 并没有转交了新的物业 而且我相信可能这个事情 也不止在我这一件事情发生 可能其他业主也收到同样的这个通知 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对 所以其实我说我是可以 其实上次我向您咨询过以后 我说我是可以跟现在这个物业公司去谈和解的 这个谈怎么进去少交一部分啊 因为毕竟不是我的问题 当然也不是你的问题 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们的律师费已经支出去了 对吧 那可能就我们在为之前的这些交接过程中犯的一些错误 去买单 对吧 那我这肯定也有我疏忽的问题 你们也有疏忽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终可能只能去协商去尽可能的去客退一步去少交一部分 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个限度能在哪就我这能掌握的法律武器 就如果说对方一直不松口 我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在比如说类似小额法庭上面争取进一步降低这个费用 但确实就是因为业主啊相对于物业公司来说其实是弱势一方 因为物业公司呢 他其实拿所有这业主的钱 他可以去雇佣非常专业的律师 可以无休日打官司下去 但是业主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对吧 所以其实这里为什么我真的非常想通过这次节目呢 去分享我的经历 然后也分享更多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一些案例 提醒更多的一些尤其在美国的这个我们的华人的业主 就是避免被被这样的一些问题去影响到 你说的对 刚才你提出的大多控制你的决定关于你要不要去告啊 或什么其实是是那个费用的问题 你愿不愿意花这时间跟花这个钱去去告这个HOA 包括你也说的对 你交的每个月的这个HOA的费用 就是用来请个律师去去告这些homeowner欠的钱 对不对 所以几乎HOA都有这个能力 可以就是花更多的律师费 然后去去追这笔钱 所以很多次我都是跟homeowner就是解释说 实际上最好跟HOA和解 HOA也让一步减少欠的一点钱 你也让一步承认说 我是欠这笔钱 对不对 所以通常遇到这样子是最好的结果了 对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 咱们把这个问题把它极端化 就是说 如果说我一直很强硬 我一直欠费不交的话 那么从极端角度来说 怎么这个物业它有权对我这个个人 以及我的这个房产 他们能做一些什么样一些强制的行动呢 能不能多解释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在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那么我就表现很强 我不愿意和解 我一分钱都不想出 其实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中国大陆经常常见 经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闻 说一些物主就是不愿意交物业费 那么物业反复来逃 物业费它就是不交 那么在美国这的话 当你欠费到一定程度 或一定的时长的话 这个物业它会有什么权利 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 它是不是有可能把我这个房子 在不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去拍卖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一些影响呢 对 Homeowner的权利 就是在你的这个 刚才我提出的CCNRs Conditions, Covenants and Restrictions 加州也有额外的一些 就是法律保护 Homeowners 关于这个情况 这个HOA要拍卖你的房子的之前 它必须要按照加州法律的指定的流程 才可以有这样子的权利 可以把你的房子拍卖掉 对 所以它有法律规定说 它要抵押你的房子 事先要多少天给你通知 几次给你通知 对不对 他们必须要给你机会 就是提供一个机会 给你就是要求个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付掉 通常遇到真的是要 遇到就是拍卖的情况的话 就等于说 HOA已经发了几个通知 给这个Homeowner说你有欠 可是就是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所以Homeowner遇到这样子的时候 第一步我都是会建议说 你当然有权利要求 HOA提供所有他们之前发给你的文件 OK 关于这事情 你必须要保证说 HOA已经都做到 加州法律规定 他们必须要做的 保证确定说 他们才可以有这样子的权利 对不对 你要看他们是有没有抵押这个房子 你要看那个 Lean document 你要看所有的 Accounting statements 关于说 列出来 所有欠的包括这个什么 律师费 欠的律师费 什么什么其他的这个 Penalty的 Fees 所以这个我就是要求Homeowner第一步 这样子 如果发现HOA都有发通知 都是有按照这个CCNR 都按照加州的法律 那几乎没有什么好的理由 可以一直反对 那我那时候 我就是会建议Homeowner 最好跟HOA和解 找出一个方式 至少保留你的房子 跟HOA去和解 关键事情 OK 那其实这里面也会包括像 我记得大概几个月之前 在就在咱们San Diego 有一位这个华人的女性 他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叫物业 然后这个物业公司 都请警察来驱逐他 然后在这驱逐过程中 将他这个开枪打死了 那像这种情况也是包括在 就是因为你长期拖建物业 物业费用 那么物业公司 他有权将你驱逐出这个公寓 是吗 那个case 那个我蛮了解的 以我的了解 就是走到那个 那个 走到那里的时候 几乎房子已经被拍卖掉了 对对对 已经被拍卖掉了 那几乎就是等于说 已经有新的owner 新的owner 当然是有权利 就是把以前的住在里面的住的人 就是evict掉 赶走 对不对 所以那个情况就是 然后问题就是HOA 他这个homeowner跟HOA 没有事先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那就只能就是HOA 只能用这个方式 在你的这些HOA的文件 如果真的是有欠 欠款 然后还是没有解决 迟早HOA是有权利 可以把你房子 抵押了 然后拍卖掉 HOA只能就是收 这个欠款的部分 你把房子卖掉 假如说你欠了5万 你拍卖掉 你你房子到30万 HOA只能拿5万 剩下的钱 他必须要给你 对不对 所以不是等于说 你他就HOA 想要就是赚钱 为了这事情 没有这回事 对对 其实这个背后 就关于那件事情 背后也有很多一些 不能说这是不是谣言了 但有人说 他们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价格 去卖掉之类的 当然对这个事情的话 我并不是那么感兴趣 因为我相信 即使这个发生了 也并不是 所有的物业公司 都会这样去做 我感兴趣只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案例 但是我不是说 这个事情结果是好的 但是这个案例本身 像我们说明了 就是如果说 你长期不交物业费 物业在一系列的 这个合法的流程下面 是可以有权 在不经意同意情况下 把这个房子 去拍卖掉 而且将你驱逐出去的 对吧 对对 遇到这样子情况的时候 真的要拍卖掉的 就是等于说 已经蛮久的时间 你没有交HOA了 OK 法律有规定说 不是 HOA必须要按照 一个法律规定的process 它这个process 不是突然 你第一个月不交 然后第二个月 就把房子卖掉了 不是这样子 可是法律也是有考虑 HOA的兴趣 因为确实 有时候真的是有遇到 homeowner就是不认为他有必须要欠这个HOA的 fees HOA fees 你买房子的时候 如果知道有个HOA 你就是选择我接受这个规定 说每个月我必须要交HOA的费用 你当然也可以选择 不要买有HOA的房子 在加州也有很多地区没有HOA 你就不需要交这个 所以你不要认为你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突然不交HOA的deus 然后认为我有什么权利 可以上庭去说 我有这地产权 不需要交这个HOA 那你选择了买这个房子 你也知道 我买了这个房子 我必须每个月要交HOA 对对对 其实刚才您说的这个 业主他理论上来说 是有权去选择上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确实他本身还得面临另一个风险 就是万一万一说这个法庭上 哪怕说责任一半一半 但是在你去上 比如说小额法庭 因为在美国的话 之前您给我们介绍过 就是这种一万美元以下 都可以通过小额法庭去解决 那么我也可以代表我个人 我不要请律师 但是问题是物业公司 他可能会请律师去参加这个小额法庭 那么即使说最后责任是一半一半的话 就更多的律师费会产生出来 对吧 那其实这样算下来的话 可能交的这个钱可能比之前还要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希望身上正义 但是我其实交的钱会更多 您之前给我讲了一个观念 我觉得非常认同 就是我们上法庭并不是追求正义 而是追求自己的损失最小化 所以需要和解的时候 你就需要去和解 哪怕去少付一点钱 但至少保证今后 就让自己去支付更多的一些损失的可能性 降到最低 那我说这个 是不是在这样一些情况下 是可以这样去理解的 你说的对 就是这个Property Management 就是HOA的management公司 你够HOA的management公司 或是够你的这个自己的HOA 然后他们有律师 你如果你要保留你的地产权 我们美国宪法 加州宪法都说 你有房子 你有地产权 可是在这个美国宪法 跟加州宪法里面 没有说在保留你的地产权是免费的 对不对 其他人愿意花钱去保留他们的权利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钱去保留你的权利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咱们真的在节目里面 可能要建议一些朋友 就是当你跟这个物业公司发生一些纠纷的时候 不要说就是最终我们可以法庭上见 因为法庭上见的话 即使你能赢得官司的一部分 除非说是确实完全是你的这个理由 你咨询了包括警律师在内这些专业律师 认为你打官司肯定百分之百可以赢 除此之外 只要这个有可能性 说法官认为说你们的 要是各自分担一定责任的话 那么你还不如不打这个官司 因为在美国打官司确实太贵了 是吧 就算把这个责任分清了以后 你可能支付的这个 最终支付这个费用 可能也高于之前 你可能在纠纷中 目前要面临这个费用 我可以这么说吗 警律师 是的 OK 接下来的话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网上啊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之前 也跟一些本地的一些华人去交流了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 面对物业公司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在网上也找到一些 比较奇葩的问题 趁今天的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跟警律师一起来交流一下 请他来点评一下 以及分析一下 并且指导我们遇到今后这样的一些问题 应该怎么处理 那其实这接下来第一个 其实遇到的 跟我刚才这个案例就有点像 这个朋友呢 因为他的这个房子 他本身的这个排水管道设置问题 还有这个房屋建造缺陷问题 就会导致了这个雨水特别大的时候 这雨水呢 会从这个他的阳台 倒流进他的热水器所在的这个屋子 这个小隔间 然后呢 从里面的一个洞呢 又漏到他的这个 一层的客厅电话板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物业的规则 就是CCN2 它注明了这个阳台的地面 这个防水是物业责任 但这个热水器所在这个小隔间 那是屋主的责任 那么物业他派人来修了以后 我就要求这个业主来支付 所有这维修费用 那业主就认为 你这一开始这个问题 是出现在这个阳台漏水 所以呢 业主他就跟这个物业 通过邮件反复的求证这个问题 而且参与了一些会议讨论 但是这个事情呢 就一直来拖 拖着拖着就被这个搁置了 结果呢 就发生了刚才跟我同样事情 就是物业公司更换了 那更换之后 这个新的物业公司呢 就像就不跟他扯皮了 就直接就让他付这个钱 而且还让他付所有这个 之后的这个支纳金 这些说欠了这些钱 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对他来说 是不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忍痛 把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还是说应该跟这个新的 物业公司再去去尝试沟通 或甚至去通过法律来解决呢 这我了解 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我也可以理解 为什么这个homeowner 认为这应该是HOA的责任 一遇到这样子的纠纷的时候 加州有一个法律规定说 HOA跟homeowner必须要参加 英文是IDR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这个是法律规定说 HOA跟homeowner 如果有任何什么纠纷 必须要就是 HOA要指定一个代表人 通常是从这个HOA的board上 跟这个homeowner见面 OK 去给一个机会去讨论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必须要听HOA为什么认为这是homeowner的责任 跟包括 为什么HOA必须要听这个homeowner 说为什么他们认为这是HOA的责任 通常你如果真的是看HOA的文件 CCNR 其实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是 HOA修他们必须要修的地方 homeowner修他们该修的地方 没有权利说要求对方付赔赏 除非你可以证明说 HOA是我们所说的 Gross Negligence Gross Negligence的意思就是 就是完全不care 完全不管这些事情 他们才有责任 因为HOA你要知道 有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发生 或是什么 所以不能就是因为 突然有HOA没有管好 就造成一些homeowner的损失 就是等于说这个HOA是有责任 Gross Negligence的standard就是说 HOA已经知道有这事情 我已经通知了几百遍了 他们还是不管 才是可以证明出 HOA是有这样子的责任 Anyways 遇到这样子任何的纠纷的时候 我的建议就是 马上发出一个律师信 或是你自己发出 就是要求HOA答应参加这个IDR process 才可以就是保证说 你已经直接跟HOA有够 跟这个构通关于这事情 因为很多次 homeowner只是跟 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构通 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 你要了解是 HOA的代表公司 OK 他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 大多只是按照这些文件 可是 你很多次 HOA的这些board members 其实都是你的邻居 都是你的邻居选上的 这些HOA的boarder directors 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真正是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或者真正的了解 所以为什么参加这个 IDR process的时候 就会给你这个机会 就是直接跟HOA的boarder directors 说明这事情 对 其实您刚才提的有一点 非常非常好 我真的希望建议 各位 尤其咱们华人的这个业主 那么有机会的话 尽可能去参与物业 他不是物业公司 就刚才您提到两点 就是一个物业管理会 物业管理会 他们雇用的物业公司 来去管理这个物业方面的一些问题 但一般我们收到这些信也好 这些罚单也好 这也是从物业管理公司发来的 并不是直接从物业管理会 这个这样的一个小组去发来的 那么如果有机的话 我们是应该尽可能去 去申请去竞选 成为这个物业管理会的一员 让我们可以参与到 这个物业的一些 规则一些制定 甚至一些之后的一些纠纷的一些处理 这个是可能很多华人朋友 没有习惯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我真的是建议大家 应该是如果说你有时间 尽可能去融入美国这个社会 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些管理会 里面的一些事物中 对吧 金律师 是的 我都是很多客户都是找我说 什么HOA 不喜欢HOA这样子做 为什么一直发我通知说 我前院不能这样子 后院不能这样子做 你要知道 HOA的Border Directors 是你们投票选上的 都是你们的邻居 你们 Homeowner常常会收到 从HOA说 要怎么投票 说你要不要愿意当 Border Directors 大多人说 我有其他重要的事情 不想管这个事情 好 那留下的就是 只剩下的就是一些 你的邻居们 想要管这些事情 他们就是 按照他们想要 管这个community的方式 所以你如果不喜欢 HOA现在做的事情 你当然可以选择说 我下一年 我愿意就是 当Border Directors 你就是可以有权力控制 HOA做的这样子的决定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建议 我觉得是 咱们今天这个节目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 应该提醒大家注意的事情 OK 那么回到刚才咱们这个问题 就是 它这个问题 其实是发生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这个雨水浇在这个阳台上 那阳台导致漏水 又进入他自己屋子里面的 另一个隔间 导致更大的一些问题 那么 在这样情况下的话 就是如果说 HOA物业 它认为 阳台漏水是物业责任 那么 这个漏水导致 产生的其他的这些损失 这物业 是不是在法律上有责任 同时去进行这个赔偿呢 没有 我刚才就是说 除非homeowner可以证明出 HOA是我们所说的 gross negligence 因为大多这个 CCNR里面的条件 就是说 虽然是HOA必须要管这个阳台 很多HOA就是那个阳台是我们所说的common area 然后没有管好就造成这个 可是这个CCNR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现象的话 homeowner的责任还是要修他们自己的unit 然后HOA必须要处理掉这个阳台的问题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关于他们的unit 他们的这个condominium 然后HOA就是要保证说这阳台不会 修好这个阳台 保证说阳台不会之后再漏水 那其实刚才您也强调另一个问题 就是在业主什么情况下可以从法律上去起诉这个物业公司 就比如说当他们不作为的时候 对吧 就是反复强调有这个问题 然后当然他们并没有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这儿呢 正好我们这儿就有一个团员朋友 他有反馈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他们每周来取垃圾的这个公司 他总是不能按时来收垃圾 甚至有的时候经常不来 那么联系了这个物业公司之后 然后物业公司他们说这个垃圾公司缺少人 那么他们会联系会进一步催促 但是一直得不到解决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算不算属于就刚才您提到这个物业公司 他们不作为呢 No 这个是因为垃圾公司遇到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HOA没办法控制这个问题 但是物业难道不能去选择一家 就是幸运更好的 更能完成任务的一个垃圾处理公司吗 我这个就是看HOA愿不愿意就是改这个contract 很多这时候HOA如果有任何的contract 关于这个他们不能随便就是取消 或是请其他的人去处理 垃圾公司通常是一个是是整个城市有一家公司 就是指定了说他们有权利去处理这些垃圾的事情 所以不是等于说HOA可以有这样子的选择说我要选这家公司或另外一家公司 可能很多池子又有一家公司 OK 了解就是那即使是刚才我们提到就如果说这是他可以选择一个第三方的垃圾处理公司 但是也是应该首先尊重这个合同 那如果说这个公司他没有按时来处理 那么首先按这个合同来说可以去追究对方责任 但是作为物业来说他没有权利去在违反合同情况下 擅置将这个合同取消对吧他再换另一家公司 所以还是按照这个法律步骤来做 那所以这个责任还是不能去归于物业公司来去承担的对吧 是 OK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我们之前其实聊过一个在我节目里面啊 做过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钱院啊不是都炒坪吗 但是他的他炒坪呢他也不浇水 然后炒坪都死了 但是这个在物业的条款里面很多物业 他是要求你的钱院炒坪需要维持一定的这个美观程度的 但是如果说物业他不管你这家 那那么其他的小区的业主的话 他们是不是可以要求物业去强制做一些事情去要求呢 就按照这个物业规则来说 Yes 如果你的这个HOA有个规定说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钱院必须要maintain 那当然他HOA当然有权利可以发你一个通知 说你没有按照HOA的规定 那但是如果说咱们的物业里面没有条款里面没有这条 但是他把自己的钱院不管是炒坪也好 甚至搭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也好 搞得非常不美观 那么其他业主是没有权利要求物业公司去对这样的一些行为 做任何的这个干涉的是吧 其他我们当然是可以告诉HOA 很多我都是说你如果认为邻居有做什么 什么没有按照HOA的规定 你当然是可以每个月去参加这个HOA的meeting 法律其实有规定说每个每个月的HOA的meeting必须要给给这个homeowner机会参加 然后给给给给homeowner机会就是跟HOA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或是怎么样 所以你当然可以就是提出给HOA说 我有个邻居现在草皮没有没有没有浇水没有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HOA当然是可以讨论说这个是不是没有按照这个HOA的规定 然后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发个单子给这个homeowner 那即使说物业没有对草皮的规定 但是这个确实可能影响了这个小区美观了 那我相信每一个物业条款里面都会有说你这个房子不能影响到这个小区的整体的这个美观 或者是影响到房价吧 这就直接对应的 那这些情况下这个业主其他业主仍然是可以要求这个物业出来去做一定的干涉行为 要求这个这位业主他不要去这样做是吗 yeah 所以如果HOA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HOA通常他们会就是咨询一个律师 让律师研究这个CCNR 所以有没有在我们的CCNR有没有什么规定 可以说这个呃这个邻居必须要保管这个前院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那律师就说 呃就没没办法来说那当然有其他的就是呃是呃有其他的法律 right 如果他不管管那个前院然后前院造成了是有什么安全的问题啊 或是呃卫生的问题 right 那时候你当然是可以通知市政府 right 或county去说哎这个这个邻居有造成了我们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right 所以很多这些东西其实是看HOA 跟你们的HOA的文件有没有给这个HOA这样子的权利 了解 那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大家业主在遇到周围的一些邻居做的一些 自己觉得不能忍受的事情的话 还是要首先要查看这个物业的这个详细的条款 就刚才我们讲这个CCNR是吗 嗯嗯 对 对 因为这里面其实我们在有其他的一些就本地的华人 这种反应包括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一些呃 业主他把自己的房子改成这个Airbnb啊 这中文叫翻译成I比林就是可以出租给个人的 就是短期出租的那也有的呢 甚至连这车库都出租长期出租出去 对吧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 呃首先得先去研究你自己的HOA的物业的这个条款里面 有没有允许这样做 但是一般大部分的这个物业里面会对这个出租这件事情 尤其做这种Airbnb这种事情有一些这样的限制吗 Yes 每一个HOA 我到现在已经做了这些研究了很多CCNR 没有看过一个CCNR 或者是HOA有有说可以做这个短期的出租 短期的就是低于30天 我们就是所说的Airbnb OK OK 所以你如果要买房子 有这样子的计划说我就要做这样子的Airbnb 然后你知道有HOA 你必须要事先看研究好这个HOA的Documents 有没有给你这样子的权利可以做这种短期的出租生意 OK 所以所以这个都是按照这个CCNR 包括很多现在市政府 也有额外的法律关于这个Airbnb 所以不是只是HOA有没有让你做Airbnb 其实很多市政府现在也反对要做的让你做这Airbnb的生意 所以你有这样子的计划 不管是做Airbnb或是想要租你的这个车库或是改三房到五房 你都是必须要确定你的HOA的文件 有没有让你可以这样子做 OK 其实讲到这个出租了 那个可能有更多一些想投资房的朋友 你们一定一定要研究好 像警律师建议的一样 这个物业上面的一些所有的条款 每个条款都需要过一遍 因为我知道有一个案例呢 更为经典就是他本来买这个房子就是用来出租 可以长期出租的 但是呢他所在这个物业里面 他在条款里面有一个条款是这个整体这个小区的出租率不能超过多少 结果呢 他的小区的已经出租的房子早就超过这个比例了 所以他买下这个房子以后他是不能出租的 必须要等待这个名额 这我不知道您在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案例 有的有些community 他有规定说我们在这个community最多只能有10个出租房子 所以你如果有这样子的限制的话 你如果有这样子计划说我要买了就是为了出租 那你买了这房子 那就等于说你就没有这个权利 你就是要等到没有10栋在出租 你才可以很可能有个wait list 所以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是你买房子之前 他们都是会给你这些HOA Disclosures 这个就是你的机会去研究这些文件 研究好了才做个决定说我要不要买这房子 不是买了房子 然后发现我不能这样子做 对不对 对那如果这样情况就是 其实首先我认为这个是房产经济的责任 就是他应该首先明确自己的买家 他需要买了这个房子以后的目的 然后提醒他这个买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所在这个地区小区也好 这个周边也好是不是允许他这样做 但如果说这个房产经济并没有 或者说是买家会担心房产经济不能尽到他这个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可能去像 就是咨询您这样的这个专业律师 去去把他这个物业的条款过一遍 然后根据他这个需求来决定 他是不是适合来 对来去购买这样的房产呢 因为你要知道你很多华人 然后刚买房子的时候 会收到很多很多文件 不管是贷款文件 或是其他什么这些文件 关于买这房子 包括这个HOA的文件 所以你如果要确定说 我买这房子之前 有没有什么HOA的条件 会影响到我之后的计划 我当然建议就是找一个律师 帮你研究这些文件 让律师知道 我之后想要把这个屋子改成多少房子 用来每一间租掉给学生 或者怎么样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律师当然研究完了 就会让你知道 不能这样子做 或是如果可以这样子做的话 是要通过什么样的申请方式 才可以得到HOA的同意 对不对 所以然后你再做个决定 我要不要买这房子 最近我了解就是因为很competitive的时间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 我修短这个inspection period到17天到5天10天 所以几乎就等于说你只有10天的时间去研究所有这些HOA的文件 就让你做个决定 可是我都是建议你如果有什么特别的计划 光源自动房子 然后有HOA 受HOA的影响 最好咨询一个律师 OK 对 这可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很多购买投资房的朋友 他们可能压根没有考虑到说我要买投资房 为什么还需要去找一个律师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让他们大开眼界 这前期你去花一点钱去雇用专业律师帮你去审核 后面可能真的会让你去减少很大的一些一笔损失 很多就是我遇到的就是国内有台湾香港 反正就是来美国投资房子或是买房子 地产经济和中介人他们不是律师 他们代表你买卖房子 可是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研究所有买卖的房子的文件 虽然大多不需要买卖房子 不需要有律师 没有法律规定说你必须要律师 可是很多这些文件如果你真的不了解 法律上的风险是在哪里 就是会让你很难可以做个完成的决定 说要不要买这栋房子 因为房子你也知道价格很高 也花了一百多万 你当然就花一点律师费去保证说 我买了这房子以后不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对对是这样的 其实怎么说 因为我做节目我做了很多期视频节目 在给他介绍美国在这些情况 那么其实里面谈到很多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美国的话 就是你要去寻找一个比较可靠的专业的人 去帮你去完成一些必要的工作 包括说是防展经济 因为其实防展经济这个证是很好考的 但是真的这个你要去能做到一个相当于比较全面 非常负责任的一件事情的话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做到的 尤其我看到很多的防展经济啊 这个当然我不是特别想针对某一个人在说这样的话 但是确实他的英文本身非常非常不流利 说一句话话好长时间才能说完 但是这样的人拿着防展经济证 带你去看房子买这个房子 我相信他对很多条款自己都不熟悉的 那么有些人说我找美国人 但是请相信我很多美国防展经济 他也缺少责任感的 所以这个我在美国的时间就不算短 十几快二十年了 这个警律师在这专业领域里面大概很长时间 所以其实我相信我们都见到很多一些不专业的一些做法 导致了客户的一些很大的损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相对于这个整个这个房子售价 几十万几百万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说的话 前期你花一点小的投入在一些专业人的 专业的这个领域里面 这个帮你去做一些这个把关和审核 这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咱们这期节目并不是说要为律师行业去做广告 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了太多的 包括我自己这个这次的这个案例 就是在我第一次收到这个信的时候 我没有及时的去跟律师沟通 所以导致后面所有这些费用又不断的去加加码 所以现在到了一个几千美元这样一个范畴了 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希望大家啊 在这些情况下对这样的一些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形式方式 这个引起重视啊 需要专业的人去介入 帮你去保驾护航了 OK那这里我还有几个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非常奇葩的案例啊 就比如说这个有些物业呢 他不允许你的车去停在这个路边 甚至你的门口的我们叫driveway上面啊 有的物业他要求你说你的车库里啊 必须只能是停车 你不能把它用来当储藏啊 出租就更不可能了啊 所以你必须把车停在里面啊 这都我们见过的 我自己身边有的 那也有的呢是呃华人啊 他砍了自己家后院的树 就是我一个哥们啊 他住在这个啊 Cosband啊 他呢把自己家树砍了 后院的树砍了 结果物业来给他这个这个啊 不是砍了 他只是修整 他他不是砍树 他要把树叶树冠修整了 那物业过来说这个要罚款啊 你不能这样去修整之类的 他有有这样一些干涉 甚至有人呢 他在非美国的节日 比如说我们在春节啊 我们在春节在自己屋子外面 刮了彩灯 但有些人就到物业去投诉 那物业就警告说 你这个不能在这个非美国节日期间 去挂彩灯啊 那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例 你非常奇葩啊 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美国在文化 就会导致了一些啊 比较严重的后果 所以这个还是希望大家 对这个东西引起重视吧 既然在美国了 那么你需要首先啊 去当然你可以去反对他 你可以去加入这个物业管理会 然后去修改这个物业的这个条例 但在那之前啊 首先我们要尊重已经存在的这些条例 对吧 OK 对 我再说一下刚才你提出了一些这种遇到的一些HOA的问题 你如果任何homeowner如果有HOA 我都是说你要做任何动作关于你的房子 不管是前院后院油漆或是怎么样 事先看你的这些 事先看你的这些HOA的规定 包括发一个email给你的这个管理公司 这个HOA的管理公司 确定说我做件事 需不需要HOA的同意或是怎么样 因为你不要做了 然后之后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至少认为如果事先有通知 HOA我要这样子做 至少还是可以给你一个保护的机会 说我事先已经告诉你 你没有跟我说我做这样子会有什么影响或是什么样 所以之后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可以跟至少有跟HL 我事先已经通知你们 我会这样子做 你没有说这是一个问题 对 OK 那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来自于咱们本地的华人 就是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就是这个Single Family Residential Zone 这个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的存在呢 这个不是 这个是Zoning Law 是其实按照我们市政府或County政府 他们有指定说 有些地区是我们所说的Single Family Residence 就是只有这个地区只能盖Single Family Homes 这个跟是不是有物业是不是一个概念 对吧 没有跟物业有关系的 因为这不是 这不是HOA说你必须要盖什么Single Family Residence 其实这是市政府规定说 这个Zone在这里是我们所说的Single Family Zone OK那这个问题其实发生在这样的一种里面 这个可能跟这个没有职业关系来 就是说有个朋友他在问 说这个他的邻居在做这个器材租赁的业务 那所以他有很多的客户去停车取这个器材 那么也有邻居呢 把这个房子分租到不同的租客 这个其实刚才我们讲过这个问题 但是回到刚才这个有很多客户去停车取器材 造成了整个这个小区的交通这个 或者是安全隐患这个问题 那么有意物业的话 是以那来来说咱们的其他业主 是可以向物业反应去阻止他这样做 对吧 correct 你有很多HOA的规定 就是你不能就是在你家做生意 对不对 就是commercial activity 他们也不想要就是你的客人 就是常常进这个community进出 这个对他们来说 这不是保管一个安全的一个community 包括你这个你的这个 刚才问的问题关于这个single family zone 这也是 市政府也是要规定说 这个地区就是住家 家人不需要担心 有没有常常有车子进出 这也是为了安全 所以虽然这个不是HOA的问题 如果你有个邻居就是发现 他有做这种commercial activity的话 你当然是可以就是 file一个complaint City of San Diego网站都是有那个链接给你说 你如果要通知市政府说有什么 邻居或是在你的community做什么 不应该做的事情的话 你当然是可以就是在他们的网站通知市政府 如果按您这样说的话 就即使说他这儿没有物业在管辖 他就是单独的一个房子 没有物业的 他的邻居也是可以向市政府去举报 说他在那儿做一些商业行为 明显到我这儿这个安全这个问题 是吗 对对 of course 因为他们那个我们的zoning laws的目的就是说 有地区就是做industrial right 因为industrial有他们做这种方面的 有他们的风险 right 然后他们也有就是地区就是因为靠学校 right 所以他们就是要保证说在学校的附近就是住家 right 不会再有有学校在这个industrial zone的旁边 所以有很多这些东西是为了我们社会的安全 right 所以为什么他们不想要 你可以在在家做什么这样子的生意 right 他们如果说你要在家做这样子生意的话 你必须要去去做在那个 designated area去做这些东西 OK 那么接下来我还有只有两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物业费用的 那一个呢是有朋友反映说他的小区需要去突然做一些大型的一些维护 或者是一些修复工作 那么突然他的物业费用涨了很多25%甚至有50%的 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作为业主来说他出现这个问题之后 他是不是很有可能去有权去要求物业不要去做这项工程或者认为这个评估的这个价格过高 去做一些干涨呢 嗯没有 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我们常遇到的词就是special assessment 有时候hoa就是有什么大修就是不够钱 所以这个hoa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就是要求所有我们的这个community members多交一点 每个月多交一点就是为了把整个屋顶要修或者什么样 通常hoa要这样子做的话当然都是要事先跟所有的这个community membersowners去之前要说包括要投票 OK 所以这不是虽然你自己反对 就你不需要交或是hoa就就不会这样子做 其实实际上很多次遇到这种special assessment的时候hoa都是事先都是有发投票单 给给这个homeowners每个homeowners机会说同意还是不同意 然后就看你的CCNR跟那个hoa的buylaws 如果有这样子的投票是不是要超过50%或是要100%或是70% 反正每个hoa都不一样 反正都是大数如果都同意 说我们都同意可以就是去增加我们的每个月的费用去为了修这个屋顶 OK那几乎就是每一个homeowner就是必须要同意说要多交这个每个月的业务的费 了解 就说这样通知并不是突然发给你的 而在这之前其实已经遇到很长时间早就公示过了 只不过你从来没有这个留意从来没有去参与到这样的事情来 所以最终你就不得不去被这投票结果去左右 因为你并没有在之前去影响这投票结果对吧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如果收到了这些通知说 我们会哪一天会需要投票关于一个special 你如果反对你当然是可以跟你邻居们说 对对我建议你们去选不要反对或是怎么样 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真的是反对 可是不是之后发现都通过了然后再再说我反对你已经错过你的机会了 对对其实这里面怎么说呢 这个相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业主来说 美国业主相对来说就缺少一个像微信这样的一个大家都在使用一个平台 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很比如说一个大楼里基本上大家都会在同一个微信群里面有这么一个大楼的一个物业群 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分享可以讨论 但在美国这的话就缺少这样的一个统一平台 这样的话业主跟业主之间其实就缺少这个第一信息沟通 第二多多多团结了解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美国业主相对来说是比较弱势的 所以你如果想改变这个样一个局面的话 可能一方面你需要多做一些努力 把大家拉到一个同一个平台 同时来去商量一个事情 我再补充一下 你说的当然对 在中国大陆都是有这个用微信 可是我都是跟很多说 你当然可以如果你认为有这样子的好的建议 说maybe不是用微信 maybe是用Facebook 或是有一个app叫Nextdoor 就是专门就是让邻居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团 你当然是可以参加HUA的meeting 提出这样子的一个idea HUA当然是可以考虑 或是你自己可以说我愿意当board member 然后去行动一个这样子的我们community 的一个团在Facebook上或是Nextdoor 所以没有说规定说你不能这样子做 只是就是没有人想要行动做这事情 对不对 您说对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一个问题呢 就因为我自己做媒体 我自己做营销的 其实我知道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 就是刚才我提到 就是在美国这儿 大家没有一个像中国大陆使用微信 这么高普及率的这样一个平台 比如说Facebook 有人在用Facebook 有人在用Nextdoor 还有人用WhatsApp 其实这些都是可以作为一个群聊的一个工具 但是并不是每一家在整个的群体里面都不是占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覆盖率 所以呢你要让每一家都建立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习惯 其实这些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之前曾经我们也看到过 包括其实我自己在使用Nextdoor 有时候我也在用Facebook 但是呢 其实这两家都不是我最经常使用的 那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我一个星期都很少打开这个网页 因为并不是我必须的东西 那可能我用WhatsApp多一点 因为我在WhatsApp经常跟别人去聊天 跟他一些人去一对一对咨询沟通 但是我很少使用Facebook 那么这就是一个面临到一个 这个可能是一个文化上 因为你那搞笑是你是习惯用WeChat 我是习惯 我是在美国长生 我是习惯用Facebook 对不对 所以我了解从华人的角度说 没有人用Facebook不方便 对不对 我也不常用 那反过来老外 我不常用WeChat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的HLA就是Flexibility 你当然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 你当然有机会提出你的idea 包括其他可能也可以提出 然后让HLA做个决定 如果这是你想要有一个这样子的 HLA的一个团这样子 在Facebook或是什么其他的application 是的 刚才我说不是WeChat 是WhatsApp WhatsApp是 对对对 我用WhatsApp可能会更多 因为毕竟一对一的交流 Facebook可能我用的相对少一点 尤其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我相信有很多人 他也都不是在美国长大的 但不用重要 这个都不是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是刚才 其实您提到这个建议 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就去行动起来 要求咱们的这个物业管理会 去建立一个 不管是Facebook 还是Nextdoor 还是WhatsApp 还是其他的平台上 有这么样的一个平台 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至少有个地方 是至少可以找到一部分人 去交流 去沟通 去解决 去协商 对吧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很多的这个人 他有问题的话 他只能单独的去面对HOA 这样的话 从两方面的这个实力对比来说 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就是还是说 刚才您讲 这个建议非常重要 我是希望大家能去 就是提醒HOA 我们可以建立这样的一个 一个讨论区 在任何平台上都可以 但你得有这么一个讨论区 去汇集大家来 一起来讨论一些事情 对吧 嗯 对 嗯 OK 那我最后 我这有个问题 就是关于商业的地产里面 这个物业的问题 那么 我这其实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 我自己签出合同的时候 但是现在我没有再签了 这个 就之前 我们在续签 一个新的合同的时候 那房 房租本身 并没有涨很多 但是他的物业费 涨了很多 那么导致的话 我每年的这个费用 就有个大幅的 甚至有百分之十的一个上涨 那这种情况的话 作为一个 就租客来说 他 他能不能认为 这是不合理的情况 或者要求这个 这个房东 他去做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 一些修正呢 啊 你 你问的这个问题 我自己 呃 个人最近也是遇到 呃 为什么 我自己的情况 就是我们事务所的 那个办公室 房东 之前的房东 把这个物业卖掉了 那你也知道 在加州 你卖房地产的时候 会影响到地产税 那新的房主 呃 房东 的地产税 就增加了 那因为我们签的这个 商业出租的租约 是我们所说的 Triple Net Triple Net的意思就是 包括你的这个 每个月的租金 房东也有权利 再加上 所有的关于这栋房子的管理费 我们所说的 Common Area Maintenance Camp Feeds OK 包括在这个Camp Feeds 就是每年的地产税 所以新的房东的地产税 因为他们刚买了 就增加了 所有那些费用就 就传到我们所有的租客 所以我们虽然租金 每个月的租金就是一样 可是我们每个月的那个管理费 Camp Feeds就增加了很多 所以你你遇到 这样的现象 其实我们 我自己跟我也认识很多商店 现在也是遇到 因为他们的房东都把房子 那个房地产就卖掉了 可是问题是 你的这个租约里面 就已经有指定说 房东就是有这样子的权利 很多次我遇到这样子 像我们现在就是跟那个 这个房东就是想要讨论 那个英文是叫buyout OK 我们事先多交多少的租金 看这个房东愿不愿意 让我们早退出这个租 租约 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房东 想要就是把所有这个屋子 改成重新发展 所以他有想要就是能够找退出 他们也会想要考虑 那当然对方也知道 我签的定期租约 就是必须要到年底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是可以开始跟房东看 愿不愿意 就是我们早交一点房租 他们愿不愿意 找让我们退出 至少给我们机会 就是找新的地方 减低我们每个月的成本 了解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在帮助一些公司 他们在找房的时候 我总是提醒他们说 这个房租很重要 但是这个物业的这个价格 和他的条款和他的种类 都是非常重要的 千万不要被那个房租 那个数字迷惑了 这个物业可能给你的影响 带得更大 对对 我都是说签约 这个租约的时候 是最好保护你自己 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要求房东 提供所有的 之前的一些 estimate 关于就是每个月的 这些费用是多少 问他有没有什么计划 去把这房地产卖掉 看这个房东有没有什么 长期的计划关于这个房子 然后包括你当然可以就是 要求加进一个就是英文是叫 termination clause 万一房东室友卖这栋房子 就给这个租客全力可以退出这个租约 right 因为没有个法律规定这些东西 你跟房东的 尤其是这种商业的出租的情况 你跟房东的关系就是看这个合同里面的条件 所以你事先想要保护自己 你当然可以要求房东加进一个条件 说你如果卖掉这屋子的时候 或是你的can fee涨了超过百分之多少 就可以给租客全力退出这个租约 你如果房东答应加进这个条件的话 那很好 或者有时候房东就是说我愿意加进 可是你必须要多交点房租或者什么 反正这都是negotiation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我就说之前签这种租约之前 是最好保护自己的时间 对对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又涉及了一个问题 就是对于这种商业地产的这种租赁的话 可能更需要这个律师介入 帮你在从最开始去审核你的这个商业 合同里面的每一个条款 这个确实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隐藏项 是你之前没有注意到 但是真的有可能会让你之后焦头烂额的一些情况 尤其是之前就是整个加州的法律 首先保护租客的 但是我听说它只是保护这种个人房屋的租客 而不是商业地产的租客 这个是是这样的吗 对对 residential我们所说的residential eviction 很多法律保护租客 商业commercial方面 没有很很少法律 会有actually很少法律 关于这种关系 这种商业的commercial的 所以所以刚才说 所有你们的关系的条件 房东跟租客的都是按照你的这个出约 对对所以其实怎么说 在你在签订这个房屋合同之前 你找一个律师帮你去审核你的合同 然后帮你去提醒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个相当于你花钱买了个保险 这个之后你买买房子干什么都需要保险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一个保险 真的是我个人的一些惨痛经历啊 今天也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包括其他也很多朋友的一些经历 分享给你希望啊 我们今天节目这个听众可以因此而提高一些警惕 多一些这样的一些提前防护的意识啊 当然警律师在里面 我相信包括还有其他一些律师啊 他们不光可以给你做提前的啊 也可以做这种善后的一些帮助的工作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 可以跟警律师去约一堆一些咨询啊 当然了你们也可以在咱们节目的下方去留言啊 如果你们有更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么我以后我们也会不定期的请包括警律师在内的各种专业人士来为我们去分享 在北美生活的点点滴滴 那么今天我们北美北科学节目啊 就到这里 非常非常感谢警律师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再见